Hello 歡迎來到一家在大阪的頻道 我是阿輝 我是阿煙 今天我們帶大家來清空市場找食 其實我今天不是第一次來拍這條影片 我們上次沒有看過網頁 原來網頁有寫什麼時候的不定休 我們上次是在海之際 來到磨空 今天就查過了網頁 今天是正常應驗日子 來拍片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計劃旅行會來清空市場 建議大家早一個星期或幾天 上去清空市場的沽網看看會不會有不定休的日子 它也有一個定休日 就是水耀日即星期三就是定休的 開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鈴鐺 我們最新的影片就不會錯過了 訂閱了就Let's go 按鈴鐺 現在是水耐料 開啟動的 開啟動的 那片 就是本地的 水耐料 開啟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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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耐料 開啟動的 開啟動的 好,我們吃飽飽吃完了,你覺得怎樣? 很好吃,我點了年賣水2060日圓的海鮮丹 它叫三色丹,有一堆飯粒,魚子和蟹肉 三樣東西最好吃的是魚子,即是平時吃魚子少許不新鮮,已經會有少許腥味在底部 它完全沒有,只有鮮味,然後飯粒背又是很甜 不過三樣東西比較,蟹肉就比較順色,它都是甜好吃的 但是其他那兩樣,太好吃就掩蓋了它 而且它是鮮度,平時我吃海鮮丹都會用芥末去搭配,它完全不需要 它那個醋飯,溫度剛剛好,酸度剛剛好,搭配海鮮丹是很搭 你呢? 我那個好像是一些普通魚生丹,即是每樣都有一片,然後有一隻蝦 每一片魚生都很好吃,它不是特別厚切,但是很舊吃 因為我沒有記錯,是不是五片還是六片,你又忘了 然後我就選了小飯,因為第一餐我吃不到太多東西 我覺得尺寸也不錯,因為現在吃完都飽了 我吃那個當飯就是這樣,我們除了一人一個當飯之外 我們就叫了一盒蒸蠔,一盒有八隻,大概一千九百日圓 一千九百日圓,八隻 然後我們就叫了一盒兩罐的海膽壽司 先說海膽壽司,也是很好吃的 很好吃 它是甜到很重要,一吃下去,那種甜味是攻上腦 很好吃,很新鮮,而且它的配料,即是放海膽 我覺得份量很好,它不是說… 有三、四塊肉,即是三、四塊肉 兩塊都很平均,吃下去的口感超棒的 我想說那個蒸蠔,那個蒸蠔不會蒸到乾燥燥 而且它是有多少種食法,三種食法 可以叫做四種食法,因為它有蔥,有柚子醋 另外還有辣的蘿蔔肉 那蠔呢,我覺得比海膽壽司值得吃 因為海膽壽司都是1600日圓 差不多1600日圓,只有兩罐 雖然很好吃,質素很高 但相比之下蠔就吃得過癮一點 對,還有還用很大的包包麵 超誇張 拍照很棒,打卡也很好 這邊清空市場總共有三間這些裝飯的地方 楼上有1間,樓下有2間 另一間餐廳開才11點,我們109點到,今天是平日來 但也有人在跟我開門 我相信應該比較出名 因為這間是朋友吃過 他們說試過 但這間是新鮮一點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這間去吃 其實我們目測餐廳裡 可以坐的位置都差不多三四十人 可以坐到三四十個位置 而且都頗乾淨 我們就選擇了巴桌來坐 而且大家不用擔心 它不是職員跟你下單 它是用Tablet下單 它那些Menu就會 安排好一些數字 你就記住什麼數字 就在Tablet上按下單就可以了 這次就不交了 然後我是十四 我不會再出十九 고�陶寫 我們現在等到大約點半 然後進來都好像差不多了 有些沒有開的都是繼續沒有開的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他們沒有出去拿魚還是什麼 所以有些店鋪都是沒有開的 我們就帶大家走個圈 看看有沒有東西買 今天加菜 我們之前好像看到有蝦 13日圓一盤蝦 我有點興趣可以回去打蝦膠做蝦餅 這裏的魚市場去到下午三點 你點來兩點來就最好 他們會自己減價 價位都是1000多日圓 那些是123日圓一盤蝦 有些是癡身食用 好像我們買過一盤癡身食用蝦 它有八大隻 這些大蝦都是1300日圓 就這樣看到有十多隻 哇這些蝦1500日圓 整四隻 回去熬湯 可以打火鍋做湯底也可以 這裏有刀 有毛巾 有碗 有菜蕩 粟米看幾次 哇粟米 長期原產三百日圓一條 粟米很貴貴的 可能長期原產 大條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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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當做開始有粟米 對 很甜的 日本的粟米 日本當做過了八月 對 就沒得吃了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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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果 乾貨 有花 這間還未開備 上次買的是天婦羅 挺好吃的 不太貴 只有七八日圓 八八日圓 一份 大大份 我們就看看蝦是否沒有了 好吃 我們先兜過 這邊 二百五 一百克 一百克 整個水果 是 對 真的沒有了 我們剛剛看過蝦 被人買光了 可能小朋友都買光了 我們剛剛進來看見 門口有學校來 好像參觀 超級大魚堂 買魚 對 因為這裡的小學 都會參觀魚市場 我們對 是否姐姐和弟弟有沒有 姐姐也有來魚市場 是不是這個 我不記得了 好像是聖聖 叫家長要付五百日圓 然後他們就在這裡買 買些材料回家 加菜 這些1300日圓 一盤 有蠔 有 Hotate 即是飯辣杯 1300日圓 四 這些 一個八百 超大隻蝦 剛剛還看見它動的 這些八百 好大盒 今早吃了 對 今早就吃了 算了這個吧 這個試一下吧 謝謝 三個一個人 這一個 二個三個 謝謝 三個一隻 謝謝 我可以 幫你一隻 那你現在兩個 那現在兩個 1,500日圓 2個 好飽 想起也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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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現在買了兩盒蝦 我想兩盒蝦有20隻 20隻蝦有十多隻大蜆 就夠了 回去炒菜就算了 我們買了 也不用二千 買了20隻蝦 還有12隻蜆 蜆 很大隻 回去再拍個樣子給大家看 現在回去拿車 然後就回家 預備今晚晚餐 因為海鮮都要洗 不知為何影片結束了 我現在就給大家聽 這裏就是我把蝦和蜆 晚上清蒸完的照片 我想說蝦很甜 肉很彈 蜆一樣很清甜 很好吃 而且很大隻 你看顏色很漂亮 所以如果大家過來旅行 如果有機會去酒店 或者租Airbnb 可以蒸東西 可以煮食 我強烈建議大家去青空市場 買海鮮回去自己煮 因為又便宜 而且真的很好吃 因為真的好新鮮 另外呢 我補一些怎樣來的資料 其實呢 你在荃佐野站 或者是Lingkutang 那個站 都可以去到青空市場 不過我就不建議大家走 因為在荃佐野站 就要17分鐘 在Lingkutang 那裏走 都要半個小時 但是呢 大家搭的士很便宜 在荃佐野站 搭的士大概700日圓 差不多 在Lingkutang 搭去 就是1000日圓 差不多 其實你去得旅行 都幾個人的啦 夾粉坐的士 其實真的不太貴 所以這裏 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去青空市場 買海鮮吃 那這條片呢 就來到這裏了 喜歡的話就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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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